自疫情爆发以来 在美亚裔群体遭受欺凌甚至攻击的事件比比皆是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 一项针对美国亚裔年轻人的调查显示 过去一年中 四分之一的美国亚裔年轻人 成为种族歧视和欺凌的目标 仅一半受访者对自身所处境遇表示悲观 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对自己及家人所处的境遇表示恐惧 这个数字仅仅是美国人权不良记录和黑历史的缩影 众所周知 深受仇恨犯罪之苦的又何止是在美亚裔 饱受无法呼吸之痛的绝不仅仅只有弗洛伊德们 系统性种族主义始终是美国社会的顾及 人们不禁要问 在美国针对少数族裔的暴力执法 何时才能掩齐稀骨 盘踞在美国社会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何时才能烟消云散 这个数字也让人怀疑美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动机 美方的重返 究竟是真心为了改善本国人权状况 参与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发展 还是为了继续将人权作为政治工具 在世界各地制造分裂和动荡 服务自身地缘政治私利 美方应正式和纠正自身侵犯人权的问题 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的 错误作法 真正承担起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